雄九九七昂昂 跨过雅鲁江 高河平为祖国 就是保家乡 祖国儿女 天天转天天 咱们人家 咱们人家 边境长时间的互相越境 摩擦 终于在1950年达到临界点 北朝鲜率先完成决战部署 3月 撤走三八线五公里内居民 6月中 北朝鲜八个满边步兵师 除新边15师之外 全部于边境集结 数日之后 他们将展开全线进攻 现在 我们需要将视线转到南面 看看南朝鲜部队的部署情况 此时的南朝鲜 总兵力为9.8万人 编成了八个式 第一师 配置在重要的开程方向 第二师 配置在大天 此时的主要任务 是扫荡山中的游击队 第三师 配置在大秋釜山一带 任务与第二师相同 镇压反派游行扫荡游击队 第五师 配置在光州 任务从第二第三师 第六师 这是一个边境防备师 配置在春川 第七师 守备义政府 这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防御点 第八师 守备东海岸 另有汉城之首都时 该师的主力是卸仪仗队 麾下第十七团 配置在瓮金半岛 归由第一师指挥 从装备来说 内陆负责维持治安的三个师 均为日制时代一流武器 而边境守备师则有美式武器和火炮 由于需要频繁镇压境内起义 游行 因此 南朝鲜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为防御 此时 在三八线设立AB两道防线 A防线 是沿三八线构筑的简易野战阵地 在南朝鲜军的摄像中 起到辞职北朝鲜军攻势 为主阵地争取不防实践的作用 B线 则是南朝鲜军按照D星精心构筑而称 有一大票的水泥碉堡 主要由这几个阵地串联呼应而称 临金江南岸阵地高浪泊里 东斗川北暴川北 春川北侧红川北 东海岸沿线 这便是南朝鲜军的主力阵地 1950年6月25 四时 北朝鲜军的优势炮兵力量 开始筋血弹药圈线进攻 第一个目标 是与南朝鲜隔绝的瓮金半岛 北朝鲜军第六十第十四团 及第三紧备率约6800人 在30分钟左右的火炮清扫下 发起进攻 负责守备此处至南朝鲜首都市 第十七团2500人瞬间崩溃 五名美军军事顾问先行乘机退避汉城 余下南朝鲜军乘船逃离 此战损失750人装备无算 开城方面 这里驻扎着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二团 主攻此方向的是北朝鲜第六师主力 该师由原中国东北野战军166师中的回国朝鲜人为基础编程 韩师长方虎山在内军经历过抗战解锋战争系列 此战 北朝鲜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战场的制高点松岳山在北朝鲜军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第六师还是打算要制取 主力正面牵制南朝鲜第十二团 另排驻一步将三八线处金翼铁路铁轨修好 在松岳山坡上狂泄下来的炮火掩护下 北朝鲜第六师一团直接乘火车突进至第十二团测备 两面夹劲南朝鲜军立即崩溃 击尽全线 高浪普里阵地 驻守此处的为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三团 在遭受北朝鲜军三十分钟的火炮洗礼下 北朝鲜第一步兵师 携第五装甲旅第二零三坦克团的四十辆T34迎面突击 南朝鲜军使用美式五十七毫米口径M1反弹格炮反击 激战手机 打掉几辆北朝鲜军坦克 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北朝鲜军的攻势 撤往临近江南岸阵地 汉城西面门户是南朝鲜第一师的防区 第十二团驻开城 十三团驻高浪普里 十一团连同师部驻扎在临近江南岸阵地 这支部队本想炸掉临近桥 但是北朝鲜军却是进展神速 转瞬便是夺取了临近桥 继而用不到两天时间即攻破南朝鲜第一师阵地 汉城左翼门户打开 义城府 这是南朝鲜中部战区 南朝鲜第七师以第一团紧接三八线 第三团配置在东斗川 第九团配置在豹川 司令部设在义城府 这里是北朝鲜军的主攻方向 投入了两个师 第三师和第四师 这两个师的军官兵员多从苏联中国回国是主地 当日 北第三师沿豹川公路 北第四师沿东斗川公路 各自在一个坦克团志愿下霸气进攻 边境之第一团的先被坦克部队击破 撤退过程中再遭到北朝鲜军自行火炮坦克大量杀伤 自乎没有争取到太多时间 当日 北朝鲜军在左右各突破约十公里后 正兵待明日再战 南朝鲜军 退至义政府北面部防 面对中部通道的危局 南朝鲜军还是相当重视 抽调尚在围剿游击队之大田第二师 不过呀 第二师的北上 却是遭到当地游击队的牵制炸火车炸桥梁 因此 至26日早晨抵达义政府市的南朝鲜第二师 仅一个第五团和司令部 即便如此 南朝鲜军先令支援这大田第二师第五团 前往暴川方面部防 然后组织几部第七师 余部进行反击 根据南朝鲜的广播呀 他们的突然反击 让不及防备的北朝鲜东斗川第四师 损失惨重 他们呢 共杀伤敌军1580 摧毁坦克58辆 不过 按照北朝鲜坦克团的编制 一个团就40辆坦克 这明显是夸大了战果 而且没有做足攻克 这边偷袭得手啊 暴川方面大田第二师第五团 却是没有能够抵挡住北朝鲜第三师的进攻 正在南朝鲜军大肆广播的时候 北第三师长驱直入 攻占义政府市区 被包夹阵南朝鲜第七师啊 当即向西部山去逃算 汉城中路已经门户打开 又移春川 这里是一个小坟地 驻守此片区域的南朝鲜第六师 配持入下 第七团 守备春川北侧 第八团 守备红川一线 司令部 司令部 及第十九团位于远州 因为啊 该团在不久前 有两个营叛逃往北朝鲜 因此成为了预备队 司令部啊 此时正在后方给这个团进行思想教育呢 北朝鲜第二师 奉命啊 从北面进攻春川 师长崔贤三部长许波 军有参加法鲜军进行抗议斗争的经历 因为地形问题啊 该师没有配备支援坦克力量 北朝鲜第七师 奉命沿公路进攻红川 切断南朝鲜春川部队的后路 因此啊 北朝鲜给该师配备了刚刚从亲近到位的三十辆T34 这个独立坦克团 由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坦克学院训练的朝鲜人编程 北朝鲜军队在春川遇到了麻烦 虽然呢 使出了正面牵制 是彻以偷渡北汉将进行侧击的棋测 单位奏效 负责侧击的第六团啊 甚至被南朝鲜军山坡堡垒和主阵地迫击炮 打出了50%的伤亡率 东面 北朝鲜第七师因为有坦克突击 将南朝鲜第八团打得节节败退 不过 在如此战局之下呀 该师接到了军部的命令 第二师进攻受挫 因此 需要第七师急速经山间小道转到西境配合进攻 而不是南下进攻红川后被进前击 27日 北朝鲜两个师师师所够 第七师 所处山市险军 他们呢 是从小道过来的 坦克火炮什么的想也别想 在南朝鲜军的山坡堡垒射击下更是难以发挥战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二师付出40%伤亡 几近失去进攻能力 被阻在这里 此战 南朝鲜第六师还得了一个春川磐石的称号 东海岸 南朝鲜第八师驻守在江林一带 实在啊 25日早晨5点钟 北朝鲜军第五师多部划着无数的渔船和小汇船的 在东海岸N个点抢滩登陆 北朝鲜唯一一个第十二摩托车侦察团 也是蹲蹲蹲的从北面沿海岸线公路开了不来 面对防线被分割突破的局面 南朝鲜军果断选择撤退 且啊 因为跑路的时候既得带走许多装备 因此 也像春川这第六师一样受到了表彰 就此 虽然北朝鲜军在春川受挫 但是 开城义政府啊 军撕破南朝鲜军防线 沙响汉城 东海岸的北朝鲜军 也在骑着小摩托蹲蹲蹲的向釜山开去 试图包抄南朝鲜内陆军 局面对于南朝鲜军来说 差到了极点